各位观众网友你们好啊 我是安妮没饭 今天奔道出来呢 主要是给小林家的龙女扶系列来做个小节 顺便预测一下大家都关心的第三季走势之前 几天前布置的作业都做了吧 小祖说后面传上来 给新来的同学们说明一下 小林家的龙女扶动画中很多场景 都是能在日本越谷市找到原型的 还真不是瞎搞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三次元的位置关系 来揭露一些动画中并没有说明的隐藏讯息 玩动画这种机会可是相当难得 经过范某长时间的仔细观察 总结出了四道 金阿尼绝对想不到之 有人会找逃跑路线之 反正我很闲 啊随便了 财神和康纳和他冒险所走的距离 康纳走路上学的距离 在不做龙的情况下 小林从家到公司需要多长时间 埃露骂被托尔尾兽语啪飞了多远 想要找到这些答案 需要你对云圣地巡礼这项技术有熟练的运用 想要找到这些答案 需要你对云圣地巡礼这项技术有熟练的运用 在这感谢谷歌地球的技术支持 财川和康纳这个河谈冒险 上一期已经给出了碰面的起点 就是这个神明桥 那要求所走的整个距离呢 只要找到圆荒川与下游交汇的这个地方就好 你看就这里啊 是不是照片里一模一样啊 康纳他们俩呢 就是沿着这个河边绿化的一路走过来 除了上次讲呢 发现泡水埃露骂的地方 在这儿 还对就是这儿 是两人一起吃饭的长椅 还有很多沿途的风景呢 都是能找到对应的 只不过金阿尼这个背景美颜 开的有点过啊 那么通过在map上把整条路径一连 整条路线就出来了 7.3公里对于小孩子来说不算短 康纳不用说 财川 这是爱情的力量吧 好 下面一题是要找康纳就读的小学嘛 不过这一题稍微有点难的地方是 小林家附近有两所小学 现在二选一 一是西校 二是东校 请把你的答案搭在公屏上 有管就自己猜一下咯 也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不卖关子了 正确答案应该是 二 冬月谷小学校 选一的肯定要问啊 西月谷明明离家更近啊 那为啥不去呢 不是姚澳吗 两所学校或者这样讲 好像一般的公立小学 构造都差不多 教学旁边一个体育馆 前面一块土操场 但仔细对比运动会那一话 会发现康纳的学校外围有非常高的神旺 另外在第二季异地中 可以看到康纳代言的学校板块 其中有个露天泳池 而这两样都出现在了冬月谷小学 别急 选他还因为 这同学路上会路过这个 巴登帕朋友 扣公园 之前有说过 躲避球 荡球签 跳窄 我都在这里 而如果在西小上学的话 放学就不会正好路过 还因为冬月谷小学是1970年成立的 西小则是1976年 而动画里的运动会是第43届 所以用年代计算 西策是一出的 只有冬月谷有可能 好 现在可以偶了 这两题只能算热身 小林平日早上上班 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原理还是一样 要先把小林公司给找出来 而这就不容易了呀 地狱巡soft engineering 龙之口事务所 顾名思义 它不再越古 傻迷 动静这么大 我们怎么走嘛 看 圣地巡理攻略呀 那在本地原住民的提示下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位于秋叶原不远的 东日本桥附近 就在这个蛮有特点的三叉大路口的一个脚上 这里就是小林的公司了 是啦 现实中的办公楼有一种还没有发育的感觉 不过这个绿色天桥倒是严丝合风的对上了 另外从公司内部往外看的这个街景也没有问题 公司的这个楼呢 其实在其他街角也能看到更像的 哎 你看这个小三角都一样 红色倒三角是消防救援窗的标志 如果有必要 救火队员会从这里破窗进入搜救 所以遇到灾情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到这来避难 哦 起点和终点都有了 但这么老远 谷歌地图推荐的路径就有三条 先排除掉那个老远的傻瓜答案 左边的线路请扣1 右边的线路扣2 油管自行判断 答案是左边的日比古地铁线 其实第一季的时候这个答案还不是很明显 但到第二季就要感谢天降巨主一鹿鹿同学 在小林下班路上射服后现身攻击 这一来一回的就把小林下班路的这个背景 吐了个大班 于是乎又动用了互联网的神秘力量 我们就顺利的找到了这个人形钉路口 啊 米纳搜 来看看右手边的这个项目 地上的单行线 招牌 甚至这个远处的供奉土地公的鸟鞠都没有放过啊 二字元就是抄作业 我说了很多次 而小林抓呢 嘲讽后仓皇逃窜的这个地铁口 正是街对面的日比古人行钉站口 增丧所述 小林上班先要走一公里去车站 再坐东五擎空塔线来到东京市区 转日比古地铁线从人行钉站口出来 再走600米 全程顺利的话需要57分钟 哎 走转机多爽啊 好了 影片最后想来回答一个问题 龙女服第二季没有第一季好看 各位先不要喷了 其实这样的声音有很多 并不是少数 先说结论好不好看是萝卜青菜的问题 如果对方是美女啊 这是个套进户的好话题 但是说第二季没有第一季用心或者质量下降 这就不太对 首先龙女服的制作配置脚本人设坐监配乐等等核心部门并没有变化 底子几乎是一样的 而且他们想做好这一步的决心啊 肯定是不用怀疑的 那最大的不同就是监督 石原立业他会消极掉工吗 绝对不会啊 所以观众朋友们 虽然我完全一丁点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 但他确实是一次千载能逢的 在其他条件都不编的情况下观察两位导演风格区别的绝佳机会 吴本老师在蒙娘上的评价是正规稳定的分镜 坐监级别的作画 优秀的脚本 创作能力 以及不错的音乐修养 简单来说没有一门超凡脱俗 但门门90分的全才啊 因为接盘的次数多给骂关了的缘故吧 所以敢于也善于策动剧本魔改 康纳上学买文具和运动会这两话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另外我推荐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第一季最后第13集开头的那个季菜花的章节 从花语的解释到随着时间一点点凋零 最终串联起整个故事 论分镜的艺术 就是这么朴实无法 而且我记得他应该有个七八岁的女儿 这就导致他在描写康纳的时候 那种小动作和微表情就无敌啊 如果说吴本的叙事是需要铺陈的相声 十元利也就是节奏更快的漫台 能用一句话讲完的半句就截掉 作为金安妮最古早的员工 十元的能力是无庸置疑的 风镜层面不述五本 演出则要更加花俏 像是陆克亚打电话时的吹笛蛇舞 还有模仿侏罗纪公园的康纳开门 洒水机的蜗牛以及托尔的这个表情 不就是替原学长吗 十元的小笑话翻能的是一绝啊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啊 日常是彼此成就的一部史诗级电波佳作 说他碎 不是他没做好 那就是他的风格 OP都这么明确啊 我就是要把龙女仆日常化的 在喧闹刷暴中安插各种高片 这招也是从K设三部曲时就已经驾轻就熟了的 所以你能看到龙女布第二季玩的更开 同时背景比起第一季更加写实 讨论主线问题的时候也更加直接深入 甚至有些残酷 所以再说一次啊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与不好 只是说从风格和题材的适应性上来说 五本确实是更优解 要不然第一季也不会上 第二就是十元了 而考虑到资历和这一战的意义 那也必须是他 好 那会不会有第三季呢 这个 毒奶 毒奶啊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第一季展现了托尔对小林的爱 以小林帅气护七首尾 第二季则更多的是从小林的视角出发 最后以认同彼此保持自我结尾 说实话这个故事主线写到这儿 我觉得已经很平衡了 以金安尼的尿性也没有新的利益 他们是不会为动画画而动画画的 哎 就是倔 没辙 所以除非 一 作者酷叫化出了新的有进化的展开 或者是很好的故事结尾 二 双夜社社长在楼下蹲了一整天 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范某是觉得第三季有点悬 但电影版倒是可能性很大 比起日常龙女仆一 人气高 二有RPG主线成分 三 人物自带梗很容易编故事 无论是改变争夺康纳监护权 还是完全原创或者 进而有之都有可能 第二季强大的动作场面以及后期摄影 我们要继续努力啊 那喜欢这个节目 还是记得订阅点赞收藏分享 我是阿尼没饭 那我们 拜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